南投县生活重建协会 至921地震后成立 积极的帮助独居以及做事长辈 并且每天都为长辈送餐 有鉴于此 潮屯客家协会 日前也捐赠百米以及物资 给生活重建协会 希望透过一点新意 也能够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力量 南投县生活重建协会 社工邱一涛表示 重建协会一天制作 跨200份的餐店 主要是送给国薪地区独居长辈 生长者以及弱势家庭 感谢草屯镇客家协会的爱心 捐赠物资以及加菜金 这对于协会来说 也是不小的帮助 草屯镇客家协会 真的非常用心的照顾我们 以及用他们自己种的米 换的现金 然后再捐资给我们 我们一天主要是制作 快200个人的餐 然后来照顾我们国姓乡的长辈 还有一些独居长者 还有一些生长者 弱势的家庭 然后非常谢谢草屯镇的客家协会 可以给予我们这些物资 还有现金 对我们的帮助 真的非常的大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 草屯镇客家协会的山心依据 也希望透过他们的炮转益域 更多人能够来共同关注 社会弱势团体 帮助他们在寒冬之际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成为一 国姓乡采访报道